Bankless到基本信息就是这一块 就主要是想传播一个无银行的一个理念 就目前社区主要做的就是 理念的宣传文化和教育 还有一个媒体这一块 它的愿景的话就大概就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用这些去中心化的东西去运作 然后去工作去获得自己的收入等等 大概历程的话就是它的前身是Bankless媒体 就是在一个加密社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 然后它自己19年成立之后 也做了一些内容的丰富和完善 在21年5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发起了Bankless到 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要注意的点 就是Bankless和Bankless到 其实是现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 就是它的创始人这两位呢 它其实也是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他们就是在整个道比较稳定以后 就已经退出了 就为了去保证这个道的完全一个去中心化的运作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情况下 也有很多人依然会混淆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里就特地强调一下这个一点 架构这边的话主要是三方面吧 治理层核心团队还有一个工会和项目 工会项目其实是一个贫瘠的一个状态 后面会具体介绍一下 这一块的话就是在Discord里面可以看到的 它的工会还有项目栏目可以说是比较多的 工会的话大概是三个左右 然后项目的话还有就比较多 而且还是在不断增加这样一个过程 成员等级这边主要是要看这个 你拥有的bank的数量 因为就是他们就是进去成为正式成员 是需要起码有就三万五千的一个bank 然后更多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另外的分析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二级成员 他不是靠单纯的钱包数量 而是要通过你的那个活跃度 然后贡献度 然后经过投票选举 成为一个活跃的贡献者 他也是整个盗社区里面最顶级最高 也最受尊敬的一个角色的存在 相应的他的其他那些功能也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虽然说他是要成为他的永久会员 需要就是你花钱买他的币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guest part的设置 就是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发言申请 就可以通过获得这个通行证 他有14天的有效期 然后你可以就是跟level一 基本一致的这样一个权限去 在社区里面完成更多的工作 和了解更多的消息 但是14天以后你就要找这个level二的贡献者 去更新你的guest part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然后这些是一些具体的一级和二级成员的 就是相关的权限和有好处和权利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一个具体加入流程 Notion上面它有专门的一个专栏是介绍着相关的信息 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是在Discord这边完成 就是一进去的话 它有个专栏就也有机器人去指导你 主要是完成一些对bankless到的一些信息的浏览吧 就做一个大致的认识和了解 之后的话如果是通过就是买他的bank进入的话 就直接连接钱包验证就好 那如果申请给SPA的话 那就是有个专门的栏目 你就可以在里面发言申请 然后就会有人回复你 把那个通行证给你 这一块就稍微说一下 他的话也不是纯粹的说 直接说我要申请 我要拿这个PAT他就会给你 就是你必须得说一点自我的陈述 或者说你希望在这个社区里完成什么 或者说希望之后的规划是什么 这样对方才会给你 就是有这个门槛 但是门槛也不是特别的高 就是不会说你缺乏什么技能 把你就是pass掉之类的 然后他的整体回复速度也是不错的 就是一天之内就肯定会有人给你回复 或者怎么样 他的栏目的话信息呢也是真的非常大 就有人统计做了一张这样的表 大概会有200多个栏目 平时的各类的信息也会是特别的多 然后其实无论是作为一二级的成员 还是guest part 甚至说就是你一个完全的进去的一个新的成员 他的权限还是比较多 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访客 也可以浏览到相当一部分的信息 然后如果是拿了guest part的话 也可以参加他的例会等等等等 总之的话大部分的还是比较向外开放的 但其实除了discord和notion以外 他也有借助一些其他的平台去做一个宣传 为记录或者说协作 就比如说就是看到他这里 他是用了一个这个软件去把它那个成员的结构 还有具体成员里面的就是角色都做了一个 就是比较图像化的呈现吧 再者的话就是这个divork也会用来做一个成员 就是具体某个工会里面成员的那个就是工作一些认领 或者说分配等等 下面就是说一下他的提案流程 主要是有两类 一类就是需要资助的项目就直接在具体某个社区里面内部讨论 然后成员协作这么推进就好 但是如果是需要社区去给资助的话 他中途还会有一块非共识 还有一个比较更正式的一个检查 还有投票 具体有这些流程就比较多 因为时间紧张就不在这里一说细说了 但是强调一点就是他这个就是正式检查 就是提案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模板 然后你要照着它在里面去完善 就是比较正式的去写下这些东西 然后去获得大家的支持 在提案获得支持以后 它就可以就像刚才第一次展现出那个栏目一样 就会成立一个特别的栏目 然后那个项目就可以在里面正式的运行 然后开展下去 至于这个投票的话 就是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在Discord里面进行 但是还有一部分会在像之前 就大家比较熟悉 Snap Shop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代币经济这边的话 主要是它是发了它的那个bank 这个主要是国库这边的一个分配 它是有做过一个调整 最开始是按34%是30%这样分 但是后来的话 它又把其中30% 对然后又做了个细拆 就是把这一块弄了出来 做了一个期权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跟公司 有类似的赛季这样的一个设置 就是三个月 然后就三个月为期限定期的 去做一些预算的申请 要怎么怎么样 也是像刚才一个比较系统的流程 就是写提案 然后投票 然后申请 然后最后批下来 就是你具体的资金 然后它最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每个赛季结束后 也会有一周gap week 就是这一周可能就不用开例会 不要怎么怎么样 大家就稍微简单的休息 修正一下 或者说缓冲一下 同步一下竞斗等等的 至于盈利这方面 这是我看到一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个总结 但是说实在就是这一块的话 就平时在Discord或者Lotion上面 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描述 所以就当一个参考吧 就对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会 或者项目 比如说咨询这些 他们就本身就有自己的盈利的那个能力 嗯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宏观那个会被总的图表 就可以看到 它刚开始就是 最初发币的时候 把那些币大部分流入了金户这边 然后每次通过这个赛季的预算 会流出 在这之后就是做在各个部门 就相当于是工会也好 项目也好 或者说一些个人也好 这么进行流动 最后他的收入的话 就有他自己各类项目的收入 还有一些成员 他就是要进入的时候 需要支付bank 然后就这次流回 至于具体的每个人的话 他有大概四种方式是可以获得bank的 就是每月一个是每月的工资 就是如果你在某个工会 或者某个项目是有具体的 比较稳定的分工的话 那你也有一个稳定的工资 另外的话 你如果是比较林斯坦的个人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某个任务 然后他有具体的金额 就是这个任务完成的金额 然后你觉得是一件合适 任务合适 金额合适 你就可以领他 完成以后就直接给你支付 还成员 至于成员就是怎么判定这个贡献 就平时每次的任务 会有就是在Notion里面会有记录 然后又比如说 其实他出席会议 算是一个比较 就是判定你是否活跃的一个标准 就这个话就直接在Discord里面 有那个机器人帮助 就是记录的 然后还有一些 刚才提到一些可能其他的写作平台 这个话感觉就是可能每个工会之间 内部会有不一样 就是自己看大家使用习惯了点 另外就是在这个搜索期间 我会发现其实可能对他指导会有一些描述 因为就是 就是整个Banglis到会比较庞大嘛 就像刚才说的Discord有200多个栏目 所以就是避免就是各种信心勇余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会更多事情是先在某个工会 或者某个指导内部 就是把它给讨论完成 然后再提交给那个主导 但是同时也因为这样 其实可能会导致一些 就是指导内部就会相对的封闭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在指导里面待着 尤其是对主导也不算是特别的了解 我平时的链接也不会特别多 嗯对 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就 它有个很好的就是等级的分配 然后一个Gaspard的设置 会就是让大家更活跃的 或更积极投身这个到了社区的建设 因为如果你是个Gaspard的成员 那么你就要就是比较活跃的参与 去保持说在下一个14天来临的时候 你依旧能获得这个Gaspard的更新 而同时就是如果你想就是虽然买了成为买了Bank 成为了宗室的会员 但是你觉得你想拥有更多的权利 那你就要努力成为一个二级的贡献者 这就需要更多的专注于这个道的建设当中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它前身 有一个说法就是它前身是Bankless媒体 然后当初是讲了很多就是关于加密权 但是又不是特别深的内容的文章出来 所以就能击转一批就是真的对这个加密权有热情 但是又不是纯粹投机的人 所以它前期的那个社区氛围就会比较好 而且它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价值观 就是一个无影好对这样一个观念 所以包括就是你当你进入到某个具体的社区 你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也会第一次欢迎新人的时候 他们也会问你是否赞成这样一个价值观 去强调它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之前讲到了一些 投票啊治理啊 那一些就是有一套非常完整 而且很有逻辑性的一个流程 至于最后这回话 因为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说特别的专业对这一块 所以就直接把它放到这里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看 包括那个Notion的共享文档里面 也有这个文档 对然后最后就是说一下这个来源 主要还是看几个媒体平台的文章 然后还有它官方的内部信息 这两个是比较主流 然后其次的话也是一些补充吧 总共的话就可能也有 就是这个文章报道加 媒体文章的话就也有15篇左右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汇总 我这边大致是这样 这个Chay这位同学啊 做的分析非常的详细 而且呢这个Bengalist Dog的 它的机理机制 还有那个类似于 它的经济模型什么的 都很值得咱们接见学习 后边呢咱们还要再详细研究 我们下期再见